我们来看周杰伦 周董和萨贝宁 小萨 一起聚在北京大学百中年纪念讲堂 一起为四川镇区来默哀 周杰伦是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 大家通过贺重院渠道也了解到了 立刻捐助了一百万元 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大家团结在一起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任何需要支援的 无论是去捐钱捐物 还是要亲身到灾区 完成一种心理上的一些功能的话 他都是义无反顾冲在第一位 近日来四川亚安的地震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昨晚周杰伦就现身北京大学 出现在新系亚安庐山北大正能量传递的活动现场 面对灾情心情沉痛的他 只想对灾区的人们说 永不放弃活着就有希望 希望只有一口气都永远不要放弃 我觉得房子到了 可以再盖 但是生命是不能重来的 所以我们都比别人有了这样活下去的机会 我觉得更要珍惜生命 而就在北大正能量传递活动之前 周杰伦原本是定于当天在北大举行自己的新电影天台的发布会 当他得知亚安地震后便第一时间调整了方案 希望通过自己的举动和影响力将正能量传递到灾区 用不同的方式为亚安人民打气 当天知道 当天赶快跟公司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 其实大家看到都非常难过 希望可以赶快给大家一些正能量 有没有想说去到灾区看一下 当然是希望可以公司安排一下 那这次来就是刚刚讲的传递正能量 那我觉得艺人朋友可以做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觉得有些人会在微博上面传递正能量 有些人快速的捐款 那有些人送衣物 送一些衣物需要的东西 那我觉得看到这么多艺人朋友 都是这样的举动 其实非常感动 那当然也希望可以用歌曲来疗伤 用音乐 除此之外 周杰伦也早在地震后的第一时间 便想再去捐款一百万却不为人知 如此低调行动还真有周董的一贯风范 那我觉得那是个人的一个行动 我觉得 有些人比较低调 有些人就是 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能去影响他的歌迷朋友 他有做这样的举动 那我觉得那个其实 其实现在根本不是在讨论这个数字的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 我觉得 大家都尽一份力 我觉得其实 应该是要 重点是要看出 演艺圈的团结 还有 所有 对 我觉得 大家 现在在讨论这样的话题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 赶快走出悲情 对 就是 不要在这样的情绪之下 这样子会 原地不动而已 我觉得就是要勇敢的 去往前踏出那一步 而对于自己的善款去向 周杰伦表示 他的内地经纪公司会继续跟进 切实起到监管的作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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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